掛著燈泡的安康宇 和漁民搏鬥的鬼頭刀 還有古城球狀的河豚 各種海底生物伴上陸地 由龍蝦舉起雙翱 鮮豔紅唇巧皮模樣超級吸睛 它最可愛 因為它有紅嘴巴 還滿有特色的 因為它都用稻草來做編織 它展現 不過也很親民啦 花蓮副理稻草藝術節 來到第四屆 今年的主題是海底世界 由稻草編織的海洋生物 來到花東縱谷開Party 和遊客一起飲新春 模仿後方的大猩猩 比出OK手勢 一起合照 熱門的金剛家族 也重回展場 讓遊客美照拍不完 花蓮縣副理盛產稻蜜 每到春節農民將收割後的稻梗 發揮創意 貶費維寶成為大型裝置藝術 也讓副理成了東部走春的好取處 華視新聞張義軍 吳釗一 沈麗蓉好聯報道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說新聞給你聽